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清朝啊 除了科举和蒙音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选官制度 叫什么呢 叫大挑 这是从雍正年就开始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个挑法 挑的又是什么呢 是京师子吉 还是诗词歌赋 其实都不是 他挑的只有一样 就是相貌 当然了 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这个被挑选的资格 被挑选的人应该是那些没有考中进士的橘子 因为在清朝啊 有大量的橘子没有进入到进士这一层 大概十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能够最终考上进士 这样长期以来 就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才的浪费 所以当清朝的下级官员人数不够的时候 雍正皇帝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就是从这些举人中挑选一些人 直接委任他们为下级的官员 比如说县官县城等等 让他们从最低级做起 而且将来还有机会转正 成为一个有正规编制的官员 那为什么只挑相貌 别的都不考虑呢 因为首先他的甄选范围呢 就是那些举人 所以本来就已经具备相当的学识 而且这些被挑中的举人将来担任的是一些下级官员 所以更注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 并不在乎你有多深的学问 那么什么样的相貌最有可能被选中呢 像现在的这些小鲜肉是不是机会更大一些呢 还真不是 不说别的 就凭他们那个小瘦脸和那个肩下巴 估计在第一轮就已经被淘汰了 最容易被选中的脸型呢 是国字性脸 五官呢 要长得匀称 身材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应该是中等身材 据说这样的人在和老百姓接触的时候呢 会比较容易赢得老百姓的信任 大挑这种选官制度呢 是历朝历代中独一无二的以貌取人的选官标准 其实啊 以貌取人并不是清朝的首创 在唐朝吏部选官的时候 他们遵循的一个四字原则 就是申 言 书 判 所谓的申指的就是你的相貌身材 但是只有清朝把以貌取人搞得如此的赤裸裸 这不知含了多少长得没有那么端正的人的心 从这一点来看 吉小兰对她的父母应该说是又爱又恨 爱的是她的父母遗传给了她绝顶聪明的大脑 让她能够顺利的通过科举考试 从举人跨入了进士 恨的是如果她没有考上进士的话 那她是绝对没有资格被大挑选中的 因为她长得实在是不怎么好看 在史书上记载 吉小兰是帽枕口短 帽枕是说她相貌长得不好看 口短指的是她有严重的口吃 不仅如此 她还特别的胖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以她这样的身材相貌 能在有重度颜值控的乾隆皇帝身边工作 而且还混得不错 那么她这个人一定是有过人的才学 确实如此 吉小兰可以说是过目不忘 而且她是无书不读 凭借她过人的才华 在她官场的初期也算是顺风顺水 很快就做到了汉林士卢学士 纵四品的关节 然后她的好运就到头了 她有一个殷亲 是前两淮盐运使叫卢建增 因为在两淮盐运这块呢 后来被人举报有巨大的亏空 所以呢 乾隆皇帝就派人彻查 吉小兰当时正在京内做官 消息呢 比较灵通 她得到消息以后马上就想通知她的殷亲卢建增 让她做好准备 可是如果她就直接写一封信告诉卢建增的话 她又怕事发以后自己因为通风报信受到牵连 怎么办呢 她就耍了一个小聪明 她让人给卢建增送了一封信 在信中的一个字没写 只是在信封里放了一把盐 又放了一把茶叶 卢建增收到这封信以后 开始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才恍然大悟 这明明是自己的殷亲告诉她 有人要查盐 让她早做准备 卢建增马上就着手去清理一些证据 或填补一些亏空 但是这时候为时已晚 两淮盐运大案发了 这桩贪腐大案最终还是被落实了 姬晓云耍的这个小手段 也没有瞒过那些监察御史的眼睛 被发配到了新疆树边 她平坦的官路一下子就跌到了谷底 这起两淮盐运使的亏空案件 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案 牵连的官员有几十位 在朝中也有很多官员 为这些受株连的官员求情 但是唯独没有人为吉小兰求情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以往的时候 吉小兰经常是适才傲物 对其他的同僚官员是冷嘲热讽 所以呢 她的人缘混得非常不好 在这里呢 我也想提醒各位朋友 什么时候 当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装不下你了 你已经膨胀的不能再膨胀的时候 这时候呢 你一定要静下心来 然后深呼吸 好好的想一想 想一想 怎么让其他的人也知道你这么厉害 我想当年吉小兰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她混到了今天的这种境地 所以到了新疆以后 吉小兰一定是痛定思痛 她想如果她再有机会回到京城的话 她一定要重新做人 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当时乾隆皇帝想修一部书 一部大书 这部书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四库全书 在考虑这套书的总转官的人选的时候 当时的大学士刘统勋向乾隆皇帝推荐了吉小兰 而当年主审吉小兰一案把吉小兰发配新疆的也是这位刘统勋 由此可见刘统勋这人的人品与官品应该是值得称道的 说起这刘统勋可能大家呢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她的儿子大家一定都知道 她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宰相刘罗郭刘雍 在一些相声啊评书中刘雍的名气肯定是远远大于她的父亲刘统勋 但是真正在历史上刘雍是远远没有达到她父亲达到的高度 当年能够和刘统勋在同一级别的官员 有大家熟悉的张廷玉 还有傅察傅衡就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 傅察皇后的亲弟弟 另外还有俄尔泰 刘统勋去世以后 乾隆皇帝赠予他的嗜好是文正 大家还记得在北宋时期也有一位大臣得到了文正这个嗜好 他就是范文正公 范仲淹 提到范仲淹又不禁想到了他的十七代孙范文成 这个帮助大清占据中原 自己的妻子被多夺强占依然安之若素 继续为大清效力的这位汉人 可谓奴之大者 想必范文正公在九泉之下提起他的这个后代一定会是羞愧难当 那一年也就是吉小兰被贬去新疆的那一年 吉小兰是44岁 刘雍48岁 那时候正在外省担任一个州的知府 而在电视剧中与吉小兰有多次交集的和珅 那时候应该只有20岁正跨着一把腰刀行进在乾隆皇帝的仪仗队中 那时候他只是一个三等的侍卫 而当等到吉小兰回到京城担任了四库全书的总总官的时候 和珅已经是高高在上 他是四库全书的总裁官 是内阁大学士是乾隆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 咱们再多说两句和珅 和珅是出身于正红级 不过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 所以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 也只是因为他出身于正红级可以说是根红苗正 所以呢才能够进入京城内的一所贵族学校读书 和珅很刻苦 但是呢明显不是学霸类型的 所以他的进士考试呢没有成功 但是呢这也没有关系 毕竟呢他是贵族子弟出身 他还是能够依靠蒙音进入了官场 他最初的职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三等侍卫 不过和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他能够最大程度的接近乾隆 和珅被人称作蛮猛第一美男子 不管这称呼是真是假 但是和珅的长相肯定是比吉小兰要强的很多 上一集我们讲过和珅 因为能够恰当的回复乾隆皇帝关于论语的两句话 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 慢慢的就开始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这当然是和珅的机遇 但是别忘了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和珅不光是外表俊秀 而且身通汉藏回蒙几种语言 而且和珅的武功也不差 毕竟是当过侍卫的人也算是个练家子 除了这些以外 和珅还有一个优点 让乾隆对他甚至是有点依赖 那是什么呢?那是和珅的办事能力 有一次乾隆皇帝想为自己的母亲办一次寿臣 因为所好巨大 国库有点供应不上 乾隆又特别的想把这次寿臣办好 来表达自己的这份孝心 这时候呢 和珅就出了一个主意 他知道那时候清朝的官员很多都在贪污 所以呢 他的主意就是让那些官员们交易罪银 也就是说你只要把钱交了 那你以前贪腐的那些行为 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甚至你有可能还得到晋升 这样很多的贪官就纷纷的上供银两 算是花钱消灾吧 这些钱并没有进入国库 而是进入了内务府 那内务府的钱难道不是国家的钱吗? 还真不是 内务府的钱算是皇帝的私房钱 实行了这个易罪银制度 乾隆皇帝的花销就有了保障 他不光能够为母亲办一个像样的寿臣 而且还能够挤下江南挥霍无度 所有的这些开支都是当时又兼任户部尚书的和珅 帮着乾隆筹划的 和珅是贪官 这点是一点不冤 他确实很贪 贪了很多钱 同时呢 大家应该想到 他之所以能成为贪官 是因为他上面的那个人更加的贪 再一次回到权力核心的吉小兰 这次呢像是变了一个人 以前的张狂之气是一扫而光 代之以的是吉小慎微 对他的上司特别是总裁官和珅 也是趋役逢迎 虽然说吉小兰改变了很多 但是呢 他身上还是有一些毛病 或者说是嗜好 一直没有什么改变 吉小兰有几大嗜好 第一个是抽烟 这个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就不多说 还有一个呢 是特爱吃肉 确切的说不能说他爱吃肉 应该说他只吃肉 吉小兰的一日三餐都是肉 从来不吃米饭 面食也是偶尔为之 基本上吉小兰的早餐就是肥肠两米 午餐是四米肥肠 晚餐也是四米肥肠 总共加起来一天是十米的肥肠 这个食肉量和口味 与德云社的鱼签他爸好友一拼 还有一个嗜好呢就是不大好奇耻 就是吉小兰对房市特别的热衷 她每天都要和她身边的女人上五次哲学课 探讨生命的意义 上课的时间分别是早上中午退朝以后黄昏以及睡前 据说在她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呢 有一次乾隆皇帝去探望她 看到吉小兰是皮肤干裂双眼暴突 然后乾隆皇帝就问吉小兰你是不是生病了 吉小兰呢有点不好意思的对皇帝说说臣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确实是有点厚得不住了 乾隆皇帝听了大笑就把两个宫女赏给了吉小兰 让她解解燃眉至极 我相信国内外很多养生专家都无法解释吉小兰现象 就是像她这样又抽烟又纵欲过度又肥胖又吃这么多肉的人 居然最后活到了八十多岁 而且是在清朝的时候 这些不管是她纵欲过度还是抽烟 吉小兰的这些嗜好呢说起来都是私德 像吉小兰这样的一代名士 有些不同旁人的嗜好也不足为奇 我们对吉小兰做出一个评价也不能依据这些私德 这样呢就有失功伦 我们还要看看吉小兰到底在历史上做过什么事情 吉小兰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就是她作为总转观编转的这部从书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 这个名字就是吉小兰命名的 所谓四库指的就是京、史、子集 京指的是儒家的那些经典 比如说诗、书、礼、春秋等等 史呢就指的各个朝代的史书 包括野史和正史 子指的就是除了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的学说 同时也包括佛道的一些著作 吉就是各个名家的文集 比如说苏东坡文集等等 编转四库全书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 那么乾隆帝为什么要编转四库全书呢 我想一方面是和乾隆帝本身的耗大喜功有关系 他本身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千古一帝 在晚年还命名自己为实权老人 而盛世修书也是以往各个朝代的惯例 比如说唐朝时期官修的《一文类句》 宋朝时候修的《太平预览》《册谱原规》 以及明朝时候朱棣修的《永乐大典》 所以不修出一本像样的书 不足以显示盛世的荣耀 这是一个原因 除了上述这一点以外 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 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以修书为名 使毁书之实 乾隆一直觉得在中国的民间 还有着一些反清的思想 还有很多的反清复明的书籍 他一直想把这些书籍收集上来 然后进行销毁 以根除明朝的遗毒 但是这项工作进展起来非常有难度 毕竟这些书都散落在民间 所以乾隆就以修四库全书之名 在全国各地民间征集各类的书籍 以便能发现其中有反清思想的书籍 但是这项工作刚开始进展的并不顺利 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几万册图书 并没有发现有反清思想的书卷 所以乾隆皇帝非常生气 就训斥各地的官员说你们征集的这些书里面居然没有任何的反清言论 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一定是你们工作不尽心 由此就可见乾隆他征书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虽然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训斥 但是各地的官员在这件事情上依然是出功不出力 但是在王熙侯自灌案以后 这方面的工作力度被大大的加强 大量的所谓的带有反清思想的书籍被征集了上来送到了京城 那王熙侯自灌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王熙侯是一个人名 他是一个江西的举人 中举以后呢 并没有考上进士 家境又非常贫寒 王熙侯就想编一本字典 希望能够编成后卖个好价钱 改善家人的生活 他费尽心力编的这本字典就叫自灌 是弥补了康熙字典的一些不足 但是呢 后来却被与他有仇的一个人举报 说他贬低康熙字典是大不敬 但是当时的县府和州府的官员对这个案子呢 都觉得小题大做 当时的江西巡抚海城也是觉得王熙侯并无大错 只是有些不敬 所以呢 就请指革掉他举人的头衔 乾隆收到这个奏折以后呢 把王熙侯的字观呢 仔细看了看 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王熙侯在这本字典中的提醒读者 在他们写那些皇帝的名绘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些修正 比如说少写一笔等等 不能直接写下他的名字 这是大不敬 其实呢 这完全是好意 但是王熙侯为了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他就直接在他的字典中写下了康熙呀乾隆 他们的名绘 比如说玄叶呀或者是弘历等等 乾隆看到这些就大发雷霆 认为这是大不敬 是该杀头的罪 于是就判了王熙侯一个斩力爵 王熙侯的儿子被判了简瞻后 他的妻子以及儿媳被冲作官府为奴 江西巡抚海城 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这么严重的犯罪事实 而被乾隆判了简瞻后 这起案件当时令的朝野震动 对海城的刻意的重判也使得各地的官员是浸若寒蝉 从那以后就大力加强了征书的工作 通过举报入户搜查等各种手段 大量的所谓的带有反清思想的书 就这样进入了京城 进入了季晓兰的视野 而季晓兰作为当时文人中的翘楚 他与他的团队就对这些书开始了甄别 有所谓反清思想的书不能要 反映满清或者是满清的祖先吕真族 甚至是蒙古族的一些文字资料不能要 宋英星的天公开悟 因为宋英星本人具有反清思想 所以这样的书也要被禁 至于反映西方科技的一些图书 那更是被视为异端邪说 这些书要么被禁 要么被删改 要么就干脆投入了那个设立在五英殿前 从乾隆39年就日夜不停燃烧的火炉之中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四库全书就是建立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场浩劫的基础之上 四库全书中收录的书目 与在编制四库全书中被焚毁的书目 数量可以说是1比1 这个数字还是清廷自己焚毁的 在民间因为为货而自动焚烧的书目 那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的无数书籍都是孤本善本 关于明代的档案 一千万份荡然无存 现在仅存一千多份 除了焚毁以外还大量的删改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岳飞的那首满江红 其中有这样两句 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饮匈奴血 而在四库全书中 这两句就被改成了壮志鸡餐飞食肉 笑谈欲洒迎枪血 因为葫芦熊奴这些词都是犯忌讳的 新契级的那首《勇欲乐经口北顾亭环谷》 其中的那两句 斜阳草树寻常相末人道继奴曾著 在四库全书中就被改成了人道送祖曾著 因为奴这个词也犯了忌讳 伴随着大量的书被焚毁被相改 同时又有大量书的作者收藏者 因此而被关入大牢 被发配被砍头被灭门 四库全书的修订实际上也是清朝文字域的一部分 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发动文字域最多的朝代 而乾隆统治期间又是清朝发动文字域最多的60年 乾隆年间总共发起了文字域130多起 超过了清朝历代皇帝的总和 甚至可以说超过了中国历朝历代发动文字域的总和 这就是所谓乾隆盛世的一面 同时也是四库全书的本来面目 吉小兰为这部书可以说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他也因此得到了他应得的报酬 他从此平步清云 在乾隆年间最高做到了礼部上书 除了吉小兰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凭借着文字域的这股东风而扶摇之上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刘庸 刘庸在官场上一直不是很得意 兜兜转转的几十年一直在地方做官 很难进入权力的中书 直到在他做江苏学政的时候 那时候呢有一位江苏的举人姓徐的 他因为土地纠纷被一个同乡告发 说他的父亲徐树奎所著的一本书中有反清言论 这本书呢叫做《一注楼诗集》 其中有这样两句 明朝七镇和一举去青都 原意就是希望明天我能长上一堆翅膀 然后一下子就飞到天庭中去 刘庸接到这个举报以后是如获至宝 他把这两句诗大力的渲染一番 自己还加了备注一起承送给乾隆 乾隆看到后更是觉得这是一首反诗 下令言查 这就筑成了当时有名的一注楼草案 有200多人被杀被流放 虽然徐树奎和他儿子已经去世 但是仍然被拖出棺材处以凌迟或者斩首失重 家中的男兵15岁以上的全部砍头 15岁以下的子女以及那些妻妾等人 全部充公做了功臣的奴隶 家产全部被收缴 刘庸却借此案从地方的官员进入了权力的中枢 开始了他的升迁之路 在乾隆朝的晚期刘庸呢曾经担任过佐都御使 这个职位的职责呢就是弹劾监督百官 但是刘庸对和珅的所有贪腐行为是不闻不问 基本在乾隆朝后期他的为官准则就是无为便是无措 所以说历史上的刘庸也不是那个为民请命制斗和珅的刘庸 他不过是一个踩着读书人的尸骨爬上来的一个官员 一个在重要的位置上碌碌无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这么一个荒唐的官员 这恐怕也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我们熟悉的宰相刘罗郭原来竟是这般模样 咱们再来说说在剧中经常看到的和珅和吉小兰之间的争斗 其实这些争斗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 我刚才谈到过二者之间的关节相差非常之大 而且呢有的也史书记载吉小兰就是和珅的文字走狗 再有在剧中呢有人称呼吉小兰为纪大学士 这个呢也是错误的 吉小兰升职为大学士 那是在嘉庆年间的事情 那时候的吉小兰已经是八十多岁 在她升为大学士之后的一年她就去世了 所以说这个大学士呢很大程度上是有安慰的意思 大家可能对清朝时期的这个大学士呢不太了解 大学士呢是清朝官员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别是正一品 而且大学士跟大学士还是有所不同 在清朝呢分为三殿三格 三殿分别是饱和殿文华殿和五英殿 三格指的是文渊格体人格和东格 再往下的一级叫协办大学士是纵一品 所以说呢大学士总共分为七级 最高的是饱和殿那一级 基本上在清朝的官员中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一级 只有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复查皇后的弟弟是饱和殿的大学士 和珅最高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 这已经是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了 刘庸在嘉庆年间终于通过敖兹里 敖到了一个体人格的大学士 并没有进入奠基 嘉庆皇帝还特别在诏书中写道 资已无人着生此任 就是说实在是没有别人了 只能把你给提拔上来 而吉小兰呢是他在仕途的最后一年才被晋升为协办大学士 纵一品 吉小兰刘庸与和珅唯一的一次对抗呢 是发生在乾隆皇帝决定善位于他的儿子嘉庆的时候 那时候要举行一次善位大典 但是乾隆皇帝事先听从了和珅的建议 传位不传喜等于是留了一手 当时的吉小兰是担任礼部尚书主持善位大典 当他们得知乾隆传位不传喜的事情以后呢 非常的不满意 两个人直接去找乾隆说这与理智大不服 希望乾隆能够收回成命 最后乾隆也是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 就答应了吉小兰和和珅的请求 把玉席给了他们 其实虽然说这次吉小兰和刘庸是在和和珅作对 但是呢我们应该也能看到他们两个人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向他们的新主子嘉庆邀功 果然这两个人的地位在嘉庆年间是步步高升 而和珅则遭到了清算 有一种说法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说和珅贪腐的银两相当于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 这个呢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和珅专权总共有20年的时间 如果说他在这20年的时间里头 侵吞了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 这个呢有点太夸张了 那就是说基本上清朝的钱全部都在他们家了 这显然不大可能 到底收缴了和珅多少钱 这个很难说 其中有多少钱是公款 有多少钱是和珅做生意赚来的 这个更是一笔糊涂账 不过大家也不要误会 对于和珅贪官的这个名声 我是没有一点想要为他洗白的意思 贪就是贪 不过就是所贪数目的多寡而已 和珅可能自己觉得很委屈 他觉得他自己不过是为了爱新觉罗皇室做了一笔灵存整取的业务 结果却落到了这么个下场 实在是冤透了 说到焚书历史上呢曾经发生过很多起的焚书事件 我们知道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奴 虽然说坑儒是假 但焚书却是真的 此外还有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梁元帝时期 梁元帝本身他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 因为夜以继日的读书 他竟然读瞎了一只眼睛 他有一个妃子叫徐昭佩 对梁武帝只读书而不关心他颇为不满 这位徐飞估计也是一位行为艺术家 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他见梁武帝的时候只在自己的半边脸化妆 另半边脸素面 用以嘲讽梁武帝只有一只眼睛 后来他又私通朝臣祭祭江 给梁元帝戴了一顶不大不小的绿帽 这个情妇祭祭江也是一个渣 当他从皇宫出来的时候 有人瑟瑟的问他与徐飞相处的如何 他说徐娘随老由上多情 这就是那句成语徐娘伴老的由来 最后徐昭佩被梁元帝所逼投井自杀 这位梁元帝在西魏包围了他的都城以后 愤而一举焚烧了十四万册的图书 这些书当时是南北朝时期所有藏书的主体 烧了这些书以后别人都以为他会自杀寻国 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投降了 后来别人问他你为什么烧这些书啊 梁元帝却说读书万卷有有今日 故焚之 梁元帝焚书不同于其他的一些焚书 他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偏执 是源于性格的缺陷 而其他历史上的一些焚书事件 有些是出于宗教原因 比如说太平天国期间的大量焚烧儒家经典 那是因为洪秀全他们认为儒家经典与他们所信奉的所谓的拜上帝会相抵触 所以说有关儒家的书籍一概销毁 蒙古西征的时候 成吉思汉一举焚毁了当时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的大量的图书 那可能是出于民族之间的仇恨 乾隆兴起的文字语更多的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 不管是以何种目的的焚书 不管这个焚书发生在什么朝代 他都不会使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精神为之真正的中断 这些精神原先是负载在了那些纸张上 那些竹简上 那些羊皮上 那些娟博上 大伙虽然能把这些负载体化为灰烬 但是这种文化的精神和传承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他依然会存在在人们的心中 人们的脑海通 人们的舌尖之上 在合适的时机 合适的地点 他又会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所以不管是成吉思汗在巴格达燃起的熊熊聚火 还是太平天国在南京放的火 或者是乾隆时期五英殿前的那个不息之火 在这些火中 我们看不到当时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的强大 我们只看到了他的软弱 他对知识 对文化的恐惧 这些知识 这些文化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执政者的扶持 只要能够让他正常的生长 他就拥有勃勃的生命力 他的生命力要远远大于任何的执政者 这就不禁使我想起了诗仙李白的两句诗 曲平慈父玄日月 楚王台谢 空山秋 一宿的终将一宿 永恒的依然永恒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